当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当上特首之后 被中共清定当上特首进入了中联办 是第一个进入中联办的香港特首 当时就有正式象征港人治港的结束 而地下党治港的开始 那梁振英被说成是共产党 这段历史可陈 也是第一个台湾人物进入中联办 就是韩国语的部分 被认为相当于是向中共臣服 今晚韩国语本人都认为 他进入中联办所谈的是非常家常 谈谈老婆 谈谈孩子 但是你认为这是一个地下党员的 彼此之间的暗语 同时你也特别举的就是 事实上你提醒的是韩国语 当时在澳门的中联办 在澳门的中联办 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 去年10月份 前澳门的中联办主任郑晓松 坠楼身亡 中共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呼吁他特别注意 好 那分别进入了 不管是香港跟澳门的中联办 分别会见特首之后 包括会见的深圳的市委书记 那据说对了未来最新发展 也可能会见的是王沪宁 跟栗战书 来 这些发展 波罗老师怎么看 我想这次韩国语去中国访问 从香港 澳门到深圳 一直到厦门 这样一个访问的话 直接接受一国两制 直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直接跟共产党的主事官员见面 以谈经济为名 实际上是谈政治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它的第一层意义就是 会在台湾南营内部 造成一个恶性的竞争 那就是他会把想问顶 2020年的南营这些政治人物 都比下去 不管是朱立伦还是王金平 还是其他想问顶 总统宝座的人都要比下去 甚至把中间的白色的 或者无色的柯文哲也要比下去 意思就是说 刚才我说了 要拦就拦到底 要捅就捅到底 要轻功轻重我就轻到底 我就这么做了 所以如果说南营的人 比不上这一点 那韩国瑜就当之无愧的 这个可以说是 无可避免地成了这个南营的共主 那么南营的人 势必为了争取成为总统候选人 或者提名人 或者角逐这个大位 势必要展开一场恶性竞争 就大家比同 比亲共 比这个甚至于说比卖台 比这个看怎么样把台湾这个攻守相让 这是一个 这将会在南营产生恶性的比赛 另外这个韩国瑜的大胆妄为 也给台湾的本土派独派和绿营一个启示 那是不是说绿营也应该表示一个 要独就独到底 要绿就捅到底 要本土就本土到底 要反共亲美 那就做到底 这可能是给本土派台派的一个启示 另外一点 就是韩国瑜这个大胆举动 就是把中共统台的战略也暴露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看到中共对西藏对香港对台湾是三个不同的战略 一国两制 西藏达赖喇嘛流亡政府 希望中共给他一国两制 给香港高度自治来个一国两制 中共是不给西藏一国两制 因为西藏就在他的铁蹄之下 因此把西藏活活的死死的统治在铁蹄之下 那么香港是中英两国政府谈成了一国两制 但是中共是撕毁一国两制的承诺 撕毁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宣布的是一个历史文件 然后公然的破坏一国两制 再一个台湾 台湾人根本不要一国两制 反感一国两制 90%的民众不接受一国两制 但是中共需要强加 以他的强迫症和他的独裁心态给强加 说韩国瑜对中共强加的一国两制的接招 就是当年的那些在西藏出现的那些投降派 和香港出现的那些投降派 亲共派的一样做法 叫做引狼如是 然后是木马屠城 这个引敌深入 说接受敌人来攻破自己 说这个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上演 重演西藏和香港的悲剧 那么中共这方面说了一个话 说香港的今天就是明天的台湾是抹黑 这一点 第一点中共承认香港一团其黑 把今天的香港跟明天的台湾比是抹黑 就是说明香港 中共已经砸烂了香港的一国两制 的确把香港搞成了一个 不仅是政治上倒退 没有民主选举 而且经济上也大滑坡 香港回归后不是繁荣 而是衰落了 整个地位都衰落了 而且把香港变成了 中共权贵的洗钱中心 那么再一个 中共说这句话是抹黑 那就还说了一个含义 就是说对台湾 要有另外一个层次的理解 那就说你变成香港 那不算抹黑 那算是你的幸运 也就是说 那么我们很担心 我先不说未来的香港 台湾 我很担心 现在的高雄 可能不久就要变成 中共权贵的洗钱中心 可能会在那里发生跨境绑架 就跟中共在香港发生的跨境绑架一样 也可能发生在地下党的猖獗 就像在香港出现了地下党 领导香港一样 可能高雄不久也会出现 共产党猖獗的地下党 所以所有这些韩国瑜访问 中国的这个含义都在里边了 当然我要最后讲一点就是 韩国瑜这样大胆妄为的 亲共亲中和进入中联办 跟中共的市委书记握手 这些事情给台湾一个挑战 民意一个挑战 就是如果台湾的民意接受这一套 那台湾就等着被吞并 覆灭 覆亡的这么一个结局 就跟西藏和香港一样 如果台湾的民意不接受这一套 台湾的主流民意不能接受 韩国瑜这种 这个亲共亲重 这个卖台的做法 那么台湾的人民 就应该在2020年大选 说出他们的声音 发出他们不的声音 表达出台湾的主流民意 究竟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什么 是这个亲中亲共 让中共来吞并台湾 还是这个亲美 亲民主社会 普世价值 走向文明世界 还是说实现自己的 这个坚守自己的 这个主权和尊严 坚守自己的民主价值 韩国瑜在中国之行 对台湾的主流民意 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考验和反问